有神秘人喜欢捉弄贝利亚 贝利亚差点都哭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贝利亚正在家里弹琴唱歌 唱得正嗨的时候 突然闯入一只巨大的鹅 直接就朝他冲了过来 把他摁在地上狠狠的摩擦 贝利亚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听见鹅说 我是鹅 有神秘人告诉我 只要收拾了你坏人贝利亚 就会给我三朵鲜花 你要报仇的话 就去找给我三朵鲜花的神秘人吧 是谁 是谁给了这三朵鲜花呀 神秘人是谁 贝利亚觉得院子里不安全了 于是他又跑到了军事基地里面 他认为这里总算安全了 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闯入了一个武装机器人 进来之后他二话不说 拿起重型机枪 对着贝老黑就是一顿疯狂的输出 贝利亚差点被打狗屁了 只听机器人说道 有神秘人告诉我 只要打上坏人贝利亚 就会给我的行为点红心 尽且给我补充点你 你要报仇的话 就去找那神秘人吧 谁 究竟是谁呀 是谁在点红心 神秘人是谁 贝利亚觉得哪里都不安全了 于是他找了个垃圾桶 直接钻了进去 这下总没有人找到吧 这里最安全了 天哪 垃圾桶被拖车拖走了 送去垃圾站处理了 这拖车不会也是 那神秘人派来的吧